歌曲串烧,民族舞蹈,即兴弹唱 2月3号,在长春开往乌鲁木齐的T302次列车上 上演了一场热闹喜庆的列车春晚 来自长春希望高中和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学生们 与课运段的工作人员一道 为即将一同度过三天旅程的乘客们 营造了年味十足的鬼家之旅 当天10点30分,一辆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 从长春站缓缓出发 与其他列车不同的是 这辆列车中的一节车厢异常热闹 由列车乘务员和两位少数民族少女 共同主持的精彩节目陆续上演 坐上火车可能会感到一些乏味吧 然后我们呢就是带上我们的节目 带上我们的祝福 想和这些旅客们一起过年 我们给大家拜年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云段 担当的T302次列车 是中国东北进入西北地区的首趟列车 途经47个少数民族地区 自2014年7月列车开行以来 连续5年举办列车春晚 为回家过年的旅客打造年味十足的旅途 我们在列车上工作的话 几乎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常年 就是过年不在家的 然后每个人都其实非常想家 能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节日里边 给不在家的旅客 或者说正奔向在家乡的旅客 能带来一些新年的祝福 能让大家很开心 然后我们也很开心 整场联欢会以民族团结一家亲为主题 以民族歌舞 快版书 民谊乐器演奏 旅客互动等形式 上演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新疆舞蹈 节奏感十足的朝鲜族首鼓 融合各种文化的歌曲串烧 这些节目受到了旅客们的一致好评 最后列车工作人员还给旅客们分发了饺子 将列车打造成了一栋的家 我一年都二年了 二年都赶上这辆会儿了 太好了 我今天特别高兴 你们别人的姐妹特别好